这样的痛苦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跑还来不及了 谁愿意去呢 你愿意去吗 我今天给你一笔钱 买这个免费的机票 拖等舱 免费 全部送给你 我把我的财产全部给你 只要你能够跑一趟地狱 在那边过一下生活 不要说太久 一年就好了 你愿意去吗 没有人愿意去的 所以大家我们看下面 瞧瞧 你稍微把这个地藏经 放开一下 你放开一下 你把这个地藏经 你好好去看 大家有没有堵地藏经的人 请举手 如果有堵地藏经的人 能够感触到 如果没有堵这个地藏经 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你没说什么 你看 你去看一看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人 这个人不害怕 而且有胆量 他不但愿意去 而且菩萨 很奇怪 什么奇怪呢 不愿意出来 你看 你看 以前 红衣大师 在世的时候 台上有一位法师 在讲地藏经 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红衣大师 大声地喊哭出来 感触到地藏菩萨 那种慈悲 地藏菩萨 那一种慈力 那种愿力 那种心 不可思议的 那为什么菩萨 不愿意出来 因为菩萨 能够体会到 地狱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有太多太多的生命 都在 饱受折磨 很痛苦 他们需要帮助 他在那边饱受折磨 很痛苦 我们不要说地藏王菩萨 我们看到一个贫穷的人 没饭吃 已经饿了十天了 你会不会起了一个 灵敏的心来帮助他 来供养 我们都有这样的心 何况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个人 我看下面 是谁呢 我看下面的 这个人就是谁 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佛门 所谓的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程 菩提 这个就是菩萨的本愿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 这个就是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一切诸佛 一切菩萨 为什么 对这位地藏王菩萨 不予以利的赞叹 甚至于在经上所说的 就是赞叹 无量节都是湛难不完 这位菩萨的功德 所以过去 印光大师 偶一大师 为什么一生不予以利的都在提倡这一步 菩萨的精神 偶一大师是我们净土生的主师 印光大师是我们近代的主师大腿 他一生不予以利的都在提倡 那我们今天雪火灭火的人 该不该来学习 应该要学习 所以通俗一点 说通俗一点 就好比现在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大家都喜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生活 工作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 像在这个雪梨 什么都方便 吃也方便 玩也方便 坐也方便 找工作也方便 什么都方便 我们大家都喜欢 但是如果假如我们今天也发现 为社会 为社会 为国家 来贡献的力量 为大众服务 有人愿意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最苦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最穷乡 在这个城市里面 在这个城市里面 在这个乡下里面 没有电 又没有水 要上个厕所 又很难 要洗个澡 又很难 要买点东西 又没有交通 要打个电话 又没有信号 要用冷气 又没有冷气 冬天来 又很冷 夏天 又很热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方便 你愿意在这个城市生活吗 你愿意在这个乡下生活吗 你愿意在这个环境生活吗 愿意的请举手 没有人愿意的 谁愿意呢 你愿意吗 所以我们学佛 做下来好像念佛 用得不错 哎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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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逆经来的时候 受一点点苦都受不了了 你怎么能够成就学佛呢 但是地藏王菩萨是不一样 地藏王菩萨 无论有多苦 无论有多难 无论有多偏低 我论众生有多难度 难教 顽固 地藏菩萨都愿意去的 我们今天念佛 你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用这种的精神去念佛 你念佛那个成就 是很慢的 那怎么办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啊 就是吧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来 洗讲 学习这个 地藏王菩萨 你想一想 像这样的人 是不是我们值得来学习 像这样的人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赞叹 如果有一天我们学一同修 师父 我发现我要到一个最穷的 最苦的 最偏僻的 我要去那边帮助 去服务一群众生 去共享给社会国家 没有人愿意做的 我相信 愿意做的人不少 也不多 这个简单给大家 先介绍地藏菩萨 菩萨这个 内涵的意义 最主要的 教我们要学什么呢 都是学他的精神 他的慈悲 他的愿力 今天简单给大家 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个星期 再为大家来介绍 地藏菩萨本愿经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也希望大家 下个星期 我们再聚会一处 聚会一起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回向 一起来念佛